问一个问题 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啊 其实我还是一个蛮咸不住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尽可能长时间的工作 哎呦 工作狂你是 我有时候累极了 我就想恨不得立即就退休 找个地方晒太阳 在海边舒舒服服的养老 可是你说最近啊 你说林志玲红不红啊 挺红的吧 人家说她要五年之内退休 她要五年之内退休 这个会不会跟她最近的 几部电影的差评 有一点点关系呢 嗯 那我们编导就去问一下呗 那因为可能之前志玲 有很多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嘛 可能也会有一些争议 包括孤春 她会不会觉得评价 会让你觉得有点委屈 怎么说呢 会有遗憾 会有遗憾 整个团队其实真的很多人 花了好多的时间 我觉得大家那么努力 大家现在应该都会是 以很难过的心情来面对 当天林志玲到沈阳 参加某商业活动 开心站台轻松脑筋 志玲姐姐看起来心情相当不错 可但言的钱来得快 拍电影的钱就不好挣了 辛辛苦苦不说 骗子烂还要被观众骂个体无完肤 开始拍电影以来 赤壁 刺灵 幸福额斗中的林志玲 都被评为花瓶有余 演技不足 而这种负面评价 终于随着电影 傅春山居途的全民吐槽 达到了顶峰 有的时候演员他可能是一个棋子 那其实最后说故事的人 他怎么把这个拼图拼得好 让大家喜欢和了解 那这个也是如果一个小棋子 我是没有办法预期看到最后的 那也要跟观众说 如果真的就是让你们失望 真的是很对不起的事情 对 尽管林志玲把口碑危机归结到影片后期 但模特转行做演员的他 在演技上确实有不少提高空间 而面对批评 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再上台阶 林志玲也渴望挑战更高难度的题材和作品 可以的话像人物传记吧 人物传记会是小人物的故事 然后可以打破大家对林志玲的既定的一种印象 电影五年拍了近十部 广告代言接到手软 曝光率和话题性居高不下 林志玲这些年用大量的工作 完成了职业模特到全能艺人的转换 可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虽然和演员严成旭有过恋情新闻爆出 可39岁的他如今没有走进婚姻殿堂 眼看到了不惑之年 林志玲也有了退休的打算 五年之内想要退休了 但大家都觉得艺术生命应该还很长 真的吗 你人好好哦 其实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很诚实的说 我比所有的艺人应该算起步出到非常晚 我好像会有时候觉得说 自己当然在马不停蹄的工作上 我得到了非常多这个人生想象不到的舞台 那当然在未来也希望能够开始拥有 创造自己的生活的点滴 是觉得工作现在的时间 就是太忙了 影响到自己比如说 还可以来结婚这样 不会影响啊